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15日 剛剛上個星期發生了一個記者會 其實這個記者會也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到螢光幕顯示的這幅圖片 就是記者會的現場 大家能否留意到有什麼特別呢? 沒錯,除了描寮可數的四個人之外 坐在台上的沒有一個人能看到樣子 其實這件事真的非常有趣 這一群完全看不到樣子 完全不知道他們是男還是女的人 他們其實說什麼呢? 就是他們自稱是那12個潛途的港人 即是被捕潛途和一位通緝潛途的香港人 被深圳的海警抓了那群家屬 其實連樣子都看不到有誰可以證實到他們真正的身份 唯一就是和他們一起搞記者會的陶謹申議員 唯一就是他們說他們是家屬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家屬呢? 我想這個世界除了他們自己之外 都沒有什麼其他人知道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們又在那裡哭哭哭忽 然後就說那些家屬完全沒有辦法去接觸到那群被捕人士 然後就說憂慮當局是不是全面決心全面封鎖 12個港人的一切消息 其實這句話基本上是無聊兼白癡 其實為什麼小弟會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很老實講 8月23日在內地水域拘捕了這12個香港的疑犯之外 他們就已經在8月28日短短5日時間已經知會香港警方 然後其實香港警方已經陸續 雖然這些人是違反了香港法紀 也就是違反了他們保釋的承諾 就是說他們會留在香港這個承諾 但是香港警方仍然是一路幫他們 和他們真正的家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真正的 但是警方就跟他們真正的家人也有接觸 就是跟內地那邊的聯繫 好了,無論他們多反香港政府 多反香港警方 但是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誰幫他們處理? 就是他們很討厭那幫人 還有很有趣的 他們這樣說到 說當局決心全面封鎖12個港人 第一,這件事根本就不是事實 因為消息一直都非常透明 至於准不准他們去探訪 這個當然是內地公安他們自己規則的問題 這個跟香港警方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說說真的完全陰訊全無的話 我就不明白有五個香港的示威者 在海上潛逃去台灣 然後就在海上被人救了之後 現在困在高雄 根本這幫人完全消息都沒有了 兩個月的時間 仍然沒有看到他們和家人有聯絡 為什麼五個人又不擔心他們家人 被人滅了口 現在走來反而消息很透明 已經說了給人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麼位置 反而他們走出來哭 到底這是一個政治的聲明 還是一個真正的家人的關心呢 所以小弟在看不到他的樣子的情況下 懷疑這些是否真的家人 小弟覺得非常合理 因為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說的話 只是政治立場多於什麼 其實更加有趣就是陶謹申議員 竟然說了一句非常荒謬的說話 他說他已經去信警方 要求以慣常做法 同來要求引渡12個港人回港審訊 第一什麼叫慣常做法 先引渡是不是一個慣常的做法呢 其實很老實說 我們知道去年為什麼會開始 有這麼多人去上街暴亂 由示威開始 然後慢慢變成暴亂 而且暴亂到現在一直都仍然在搞事 就是因為反對逃犯和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法例的修訂案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去年他一直說的反逃犯條例 反送中的這件事 我們都應該記憶由心 其實去年最後是完全撤銷了這些修訂的 那我們就看看 其實當時的修訂就是要什麼呢 就是想在逃犯條例裡面刪除了 免除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其他任何香港以外的地方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內 除了香港的地方 將這個條文刪除去 簡單來說就是怎樣 就是將這個條文本身已經存在的 條犯條例 和刑事的互助條例 其實就是包括內地的 當時是這樣要求的 然後就是怎樣 即是說原先的逃犯條例 和刑事互助條例 根本沒有包含內地在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去年這個修訂案 其實已經取消了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直至現在 這兩條條例 都是不包括內地的 陶謹申議員 你是律師來的 你作為一個律師 你為什麼可以完全無視法例裡面所寫的東西 所以小弟之前有說過很多次 香港破壞香港的法治 那些正正就是司法界那些人 所以在這裡看清楚這些正棍他的面目 如何去扭曲一些事實 然後如何作出一些虛假的控訴 其實就是他慣常所做的伎倆 其實林太 我們的特首林太 他對於這件事 其實也是發表了一個非常之正確 而且非常之道地的聲明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今天剛剛發出來的 他聲明裡面說明 十二個港人在內地司法管轄區 違反內地的法例 你應是內地處理 不是有另一個方法 再加上其實香港 和內地是沒有這個逃犯和刑事互助條例 正在生效的 所以如果這樣過 他們在國內審 在內地審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也很老實說 這群人現在被捕 不是因為他們在香港所做的一切 而是他們被人抓到 是他們觸犯內地的偷越國境罪 簡單來說就是觸犯了內地的偷渡罪 所以如果觸犯內地的法例 在內地審絕對是合理 所以也很希望這群正棍們 這些立場的人 麻煩自己張開眼睛 看清楚事實 不要再在這裏胡亂發放一些 完全都不合常理的消息 也很希望我們香港的市民 可以看清楚這群人 他們犯法 然後他們再次犯法 而且是觸犯了內地的法例 在內地被捕 其實是一個非常合理的 小弟也很希望他在內地 可以得到公平的審訊 然後得到他們應得的懲罰 然後再回來香港 再還他欠香港的懲罰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裏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覺得這次分享的內容 各位喜歡的話 很希望大家按一下分享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 小弟下一個話題的討論 很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最緊要是按了小鈴 還有把通知轉為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 其他的錄影和直播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請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